最好听的是心里话 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 但他却给了我全部的爱 时光时光满血吧 无情的抱 预备多情的他 火云在楼顶 微不停的下 不解的是你眼中的复杂 怎么看着你眼睛 对你说呢 外面在rating rating 小妈妈我想看我的公主妹妹 那你给妹妹讲个故事吧 狠猪小猪 羊妈妈和气质小羊住在大草原上 把气质小羊留在了家里 气质小羊跟妈妈说的什么呀 谢谢你的家伙吧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 我是如何和Dania沟通的 因为Dania已经三岁了 她的好奇心非常的重 每天会问我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问题 我相信你们的孩子应该也是一样的 这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 不要觉得孩子的问题太多 随便敷衍他 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两本 我觉得还不错的书 第一本是这个 真希望我的父母读过这本书 我是被这个书的名字吸引买的 但里面的内容我觉得是更棒 它主要讲的是怎么培养亲子关系 怎么回应孩子 不要对孩子的问题很难乏 第二本是游戏的养育 这本书主要是教我们怎么通过游戏 去了解孩子 探索孩子的内心世界 而不是用自己的眼光教育孩子 家长们一定要注意 不能通过惩罚的方式 让宝宝意识到自己痛 这样只会让宝宝更加的伤心 最重要的是 自己要保持一个开心的状态 这样才能和宝宝们有更好的相处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妈妈妈和妹妹一起交流